都说真闺蜜从来就不会替你老公说半句好话 因为大部分女生都看她们不顺眼 然而苏黎的闺蜜听她吐槽男友最近不对劲却反应异常 不但没有半点惊讶和帮忙分析 而且还一直夸她老公可是公认的好男人让苏黎别多想 估计女人做梦也想不到闺蜜那个神秘的男朋友 其实华成辉她都认识 本还傻乎乎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苏黎 在看到闺蜜脚上那双高跟鞋后瞬间傻眼 原来就在早上她准备给丈夫洗衣服时 却发现她买了一双38码的鞋 而自己的鞋码是36 说明这双鞋根本就不是买给她的 一开始心里有所怀疑的苏黎便在丈夫公司盯着每个女人的鞋观察 可巧合的是新来的女艺人还有丈夫的经纪人都穿着相同款式和一样的尺码 苏黎以为自己只是想多了也并没放在心上 毕竟她和丈夫在圈里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 当初身为著名编剧的苏黎在男人还是极机无名的小演员时就嫁给了她 所以女人始终相信丈夫对她的爱会忠贞不渝幸福无比 可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才彻底打破了这场虚伪的婚姻 晚上本来苏黎邀请公司的人来家里吃饭 可中途闺蜜突然说物业打电话称她家漏水得回去一趟 苏黎一听让老公别忙了赶紧把闺蜜送回家看看 结果这一送可好 计划达成的俩人已经在车里吃起了口香糖 等到处理完漏水回来后 新金女这腿在桌子下也不闲着 更可气的是在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 信息让傻姑娘终于清醒 当得知丈夫的犯错对象就在饭桌上 苏黎强忍着情绪故意和男友亲热来试探到底是谁 然而每个人祝福的笑脸都毫无破绽 会是谁呢 隔天苏黎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新金女试探性问她要是真的打算怎么办 听到这闺蜜明显有些心慌 殊不知接下来猫鼠大战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但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那就让他们生不如死 就在闺蜜还以为苏黎只是说说而已的傻白甜食 一个路过的大妈真是狠狠的替大家出了口恶气 因为新金女演了破坏人家家庭的角色 才让人们对她恨之入 没想到她这个小演员还真是敬业 竟然把角色真的带入到了生活 随后苏黎本想来公司找丈夫 结果小助理的手机备注一下引起她的注意 因为怕手机丢了泄露号码 助理都会把老板的名字加个空口 这个操作一下让苏黎想到前几天晚上 看到丈夫手机无总发来的消息 看来男人想骗你真的有一百种方法 晚上回到家苏黎趁丈夫去洗澡 便悄悄翻看她的手机 直到看见她和假无总那些惊人的聊天记录 苏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些恶心又肉麻的话语字字句句犹如刀割 相信没有哪个女人看到这些能步心跳加速彻底慌乱 苏黎只能逼迫自己要强装镇定 想起之前狗男人那些誓言让她恶心不已 既然事已至此 那就换个方式让自己勇敢面对 她化好妆整理好心情 准备应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想不到禽兽男为了出去玩 竟然在老婆的红酒里放了安眠药 苏黎假装喝下去中途去洗手间全都吐了出去 等丈夫以为她已经熟睡便敲敲出了门 结果早有防备的苏黎也跟了出去 当她一路跟到酒吧 竟在门口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最好的闺蜜竟出现在这里 而且所有人都在瞒着她 为了怕别人发现俩人还乘坐不同的电梯先后到达酒店 目睹了这一切的苏黎笑自己简直太傻 只见她怒气冲冲的想要上去敲门 却还是被李智劝阻 当她忍着眼泪下楼后便开启了反击 当女人终于看清闺蜜真面目便开启了暴霜反击 你打我 打你就打你 难道我还要挑日子吗 我和她杀了你才解恨 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 到时候 你是怕你瞎着 爱到最后 是什么让新金女乖乖被打也毫无怨言 原来这一切都是苏黎的复仇计划 自从前几日亲眼目睹老公撒谎并报警后 苏黎远远地在车里拍下了俩人从酒店出来的画面 果然触碰了女人的底线后果就等于自毁前程 然而不知廉耻的男人到了警局坚决否认罪名 她称自己最多只算做了不道德的事 经过调查被放出来的俩人在走廊相遇还略显尴尬 等男人垂头丧气回到家发现傻媳妇还在熟睡这才放心 新金女给备注日用品的号码打过去 对方却已经关机 想起苏黎在自己面前炫耀的画面就让她来气 她只能怪自己除了美貌一无所有 看来想当女主人的她必须得十点手段才行 然而此刻假装熟睡的苏黎想起律师说的话却彻夜难眠 因为丈夫这几年投资抑制亏损 所以目前如果离婚自己就会吃亏 隔天一早醒来 丈夫就发现妻子正拿刀对着自己 看她吓出一身冷汗 苏黎笑着称这是在给欣喜的剧本找灵感 现在丈夫的心系正缺女主 苏黎便推荐让闺蜜去试试 虽然她这咖位确实差点 但听说演技不错 男人便欣然同意 很快公司的演员面试就已经开始 心经里见到苏黎赶紧上前套进火 苏黎这一招不仅让闺蜜遭受排挤 还在试戏时趁机出了口恶气 这边打完过了尹苏黎便称赞闺蜜演的好 就定她当女主角 很快为了宣传预热男女主 便公开出席各种活动大方甜蜜 回到家苏黎对这个假面男人早已厌恶至极 与此同时她也知道了那晚给自己发信息提醒的人 就是丈夫的小助理 她后来还用存不同备注的方式在暗示苏黎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你是好还是坏 我只是不希望你生活在欺骗里 婚姻中受伤女人的互相帮助 让备受创伤的苏黎感到无比温暖 随着新剧女主选定宣传 苏黎便打给媒体要主动爆料并花钱买热搜 而新金女那边要一直当女主的想法也开始实施 结果下一秒两人看到那天打了马的照片流出彻底傻眼 爆料人还发来高清源图让他们周二见 为了避免事情蔓延男人让爆料者开个假 在家里一边剁鸡一边要钱的苏黎张嘴就是五百万 眼看到即使已经开始这俩人加起来也只能凑几十万 新金女让男人回去想办法和苏黎要钱 一开始假装震惊的苏黎听说她要投资便爽快答应 隔天得知对方要现金男人便提着五百万来到指定地点 当她过了安检把钱放进垃圾桶等着抓个现行时 却当场傻眼 原来钱早已经让穿着安检制服的苏黎悄悄换掉 现在这些本属于两堆人的钱已经完全归苏黎所有 而那些高清五马照也很快上了热搜 闹出这么大风波公司只能让苏黎站出来澄清 苏黎怎么会把我澄清啊 他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真的相信我们在读剧本 他要是不傻 怎么可能被我们买在古丝里挣去 而算好时间的苏黎正在家里打开直播镜后加音 听到弹幕上问他老公在哪 他的回答简直不要太搞笑 我老公去做造型去了 当他看了热搜不敢相信的样子 瞬间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疼情 屏幕前脆弱无助的他在跑到卫生间后立马收起眼泪 一夜间他就这样得到了所有人的心疼 就在公司这边正焦头烂额时 化好妆的苏黎霸气出现 我是不会信 你们会做这种没有良心 诸葛无数的狗姐 深夜读剧本的理由鬼才会相信 心惊女怀疑这一切都是苏黎的杰作 可男人却极力否定 隔天新闻发布会上苏黎这一身绿裙子还真够内涵 男人诚恳道歉 苏黎也表示相信他们的清白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盈盈 他很年轻 你真的知道错了 他向我表示 想要向大家跪拜道歉 当惊心不觉的女人挽着老公与闺蜜再次见面 没想到苏黎短短几句话就让心惊女当众难堪 明知道他那个从未出现过的男朋友就在自己身边 可苏黎就是要反复内涵 她的宝贝男友是不是见不得光才这么珍藏 一向嚣张的心惊女这下瞬间没了气势 都说男人犯错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好不容易被妻子挽回形象和人设的无耻男友会不会死心不改 当苏黎听到他查的爆料者线索断掉后瞬间松了一口气 没事 别急 不要让那些惟意造谣的人换了心情 你对我女情义 该怎么样才能回报 不得不说这男人还真是会伪装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是个好丈夫之道感恩 可心里早已对他厌恶至极的苏黎 在面对老公亲热事赶紧找借口说自己不舒服 随后被亲了一下感到恶性无比的 他便跑到洗手间开始疯狂刷牙 为了不被看穿 他也只能强忍着反感蜷缩在床边 隔天一早维持好男人形象的书衡还特意做了早餐 可紧接着在收到心惊女发来的一张受伤图片后 他便留下字条说有急事赶紧出了门 苏黎知道他在撒谎直接到掉了早餐 当男人赶来时这个心惊女竟安然无恙 感觉被耍的男人还拿有心情吃什么早餐 见他摔门而去心惊女这番也是白做 另一边苏黎正在悄悄转移财产准备在海外买房 小助理因为要去和禽兽老板签合同充满紧张 苏黎让他别担心这件事他来帮忙 现在最让苏黎头疼的就是不想和丈夫亲热 小助理带他去了一家中医馆保证能解决难题 这种时候一般都会拿朋友说是 老中医也知道他说的就是他自己 根据这上火的症状 人家大夫给他老公开了去火药一次吃一粒 才反应过来的苏黎还在那拼命解释 晚上一到家这样就得赶紧安排上 有吗 说起他口干舌燥的症状 苏黎拿出去火药直接给丈夫吃了四粒 紧接着他谎称自己去洗澡便在洗手间一直玩手机 等时间差不多后 看要进上来的丈夫早已熟睡他才悄悄回去躺下 隔天夫妻俩要去参加一个电影首映 虚伪男又开始立人设给媳妇精心挑选礼服 地旁化妆师都羡慕得直夸苏黎姐真是有个好丈夫 要不说这男人好不好只有跟他过日子才知道 看着眼前这个面面俱到的虚伪男 苏黎忽然想起两人结婚的时候 那些曾经以为幸福无比的画面现在看来却充满讽刺 一分钟都不想和丈夫多待的苏黎为了复仇也只能继续伪装 而那个本来就是十八线小演员的新金女现在更不招人待见 当三个人再度相遇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看着前面他俩幸福的画面新金女简直一肚子气 我看到他气到爆炸的样子 还挺少 为了迎接和禽兽老板谈判 苏黎特意带小助理去买了衣服 别说这小套装一穿气质还真立马变得不一样 苏黎还特意安排了化妆师让她看起来更狠更有气势 果然这气场一拿出来老板还真有些不好应对 按照苏黎姐交的话术和那些骚扰信息 最后小助理成功拿下这一局 晚上为了庆祝她还特意邀请苏黎姐来家里吃饭 没想到如此贤惠又文静的女孩却同样在遭遇婚姻的不幸 我老公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焦虑 不过我也明白 她就是行我太普通了 带出去过来 时间 地点 什么 姐带你这场子去 另一边备受冷落的新金女在家里突然干呕 当她反应过来可能是怀孕后立马露出了笑脸 隔天她便打算来找孩子爸爸 可对方还是置之不理 随后男人跑完不回家 没想到新金女竟出现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 你不接我电话 我们直接过来找你了 以为自己就要得到一切的女人 开始拿着人家苏黎的衣服在镜子面前炫耀 她警告书恒再不接电话就会把事情全盘拖出 此时买菜回来的苏黎马上就要到家 殊不知新金女却在人家越来越放肆 买菜回来的苏黎一开门就感觉不对劲 只是没想到速度够快的男人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在沙发上看书 紧接着闺蜜大摇大摆地从楼上下来 竟甜不知耻地说喜欢她家的大房子 这种低端挑衅苏黎根本不放在眼里 既然来都来了那肯定得留闺蜜在家吃早饭 结果新金女还特意说这手艺和她男朋友很像 就在饭桌上除了她都略显尴尬时 闺蜜又拿出她刚好那一套开启她的真正目的 人家闺蜜怀着运输横这反应生怕别人看不出来她的紧张 苏黎硬着头皮说着恭喜 结果新金女变本加厉还邀请她做孩子的干妈 不得不说这心机闺蜜的手段也着实让在场人感到震惊 好消息宣布完也到了该撤退的时候 要不是为了拿回所有财产 估计苏黎早就想扇她一百个耳光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怀孕消息张书恒感到十分质疑 殊不知其实这都是女人故意设下的圈套 她天真的以为这种男人只要靠一个孩子就能彻底留住 可她没想过如此自私又死心不改的人 怎么可能为了你喜心革命 而一向冷静的苏黎这一次又该如何应对 隔天男人说好要带妻子去吃饭 苏黎说没办法无耻男只好赶紧找借口 见通情打理的妻子约了人逛街她 还大方的拿出银行卡让她随便消费 估计苏黎心想这可是你主动给的别怪老娘不客气 其实书恒已经对心机女感到厌烦 每天吃那么多去火药也让她总是犯困 等疲惫不堪的她回到车上去收到一堆刷卡信息 这么一会功夫苏黎轻轻松松就花了她十万块钱 只是没想到大方的她竟然把这些钱都花在了小助理身上 原来为了帮小助理在她老公的庆功会上撑场面 苏黎今天才花重金特意给她打扮了一番 一直嫌弃她普通的丈夫这回也大方跟同事介绍 结果上一秒还夸妻子漂亮的她 下一秒却因为丢了投资对来安慰的媳妇大打出手 当众被羞辱的妻子忍得疼痛泪如雨下 自己无论再怎么改变在丈夫眼里还是一无是处 这一刻充满委屈的她怎么就不能立刻转身回家 另一边苏黎让丈夫挑一套西装明天跟自己参加一个拍卖会 隔天在所有媒体的见证下只对假面夫妻幸福出场 为了尽快把共同财产变成自己所有 苏黎特意安排书恒为自己高价买下钻石 她哄骗丈夫这些都是为了帮她早日付出挽回形象 苏黎本以为昨天小助理的出场能大放光彩 可她今天看起来却是心不在焉 还没等苏黎追问他们就看到怀孕的心机闺蜜竟然在喝咖啡 看来她的谎言很快就要被揭穿 一番假装偶遇后苏黎便好心要送她回家 这车里充满火药味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结果随着苏黎一脚急刹车被追尾后好戏才正式上演 撞了车自然要到医院检查 心机女没有怀孕的事也不公自破 刚刚医生说你没有怀孕 谎言被戳破后男人又开始挽起了消失 当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使来书恒为了保护妻子不幸受伤 心软的苏黎决定先停手 可她没想到这一切却是闺蜜的安排 原来心机女已经知道苏黎转移财产 并一直在报复他们 这下无耻男也要开始反击 惊心不觉的复仇女主 怎么可能被无耻老公随便红几下就瞬间心软 当一场局中局迎来暴爽反转 看苏黎如何霸气反击让丈夫当场发疯 难道都是我的错吗 是啊 也不全是 还有谁 为什么错都在别人身上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的婚姻里面难道你就没有问题吗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的确要谢谢 你帮我剔除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两个罢了 你 还有陈云立 一个背叛了我的爱情 一个玷污了我的幼稚 无耻男本以为让妻子心软就能改变局面 没想到这两傻瓜的下场只会越来越惨 自从知道苏黎在计划转移财产 无耻男便开始故意演戏 都说女人容易心软 他还把妻子当作那个还会为爱情感动的傻白甜 这部演看到了俩人的三周年纪念日 他又是整一套幼稚的小熊套装 又是找人剪辑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视频 别说苏黎看到这些当然得配合着表现出眼泛泪光的感动 随着大钻戒带上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纷纷充满羡慕 不知道的都得觉得这女人可真是面好 然而无耻男的真面目只有他妻子知道 浪漫仪式结束后 苏黎在回家路上望着被自己下药总是饭瞌睡的老公眼前 闪过这些日子发生的所有事情 曾经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是那么恩爱和美好 然而短短数日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这要吃多了果然让人精神不振 苏黎回到家赶紧悄悄收起了药品 丈夫猜到这傻女人肯定是被自己感动 于是他便趁机让苏黎把手上这枚贵重的戒指收好 果不其然当妻子走进保险柜 男人便在后面偷偷记下密码 看到这一柜子的珠宝首饰无耻男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另一边小助理来等老公下班 却被同事告知人家已经出差 这男人得把妻子厌烦到什么程度走时 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 回到家电话也打不通 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而苏黎那边早已感情破裂的俩人也都在拼命伪装 无耻男现在就想着赶紧把那些珠宝搞到手 殊不知最后他却被人家耍得团团转 隔天小助理看出苏黎姐最近状态有些不对 担心她是不是已经心软 这又是救人又是礼物 难免让人有些犹豫 而那个会演戏的男人 其实早已经偷出所有珠宝正拿出来变现 心惊女还傻乎乎的让她换了钱给自己买个包 结果当听到这些假珠宝只值300块钱 使俩人彻底傻眼 费了半天进最后弄一袋子假货 愚蠢至极的男人简直快被弃爆 苏黎知道今晚俩人也不用再伪装 那就坐下来摊牌好戏还在后面 见不知悔改的丈夫 还要连狡辩苏黎直接给他狠狠上了一课 什么假珠宝 你明明偷走的是一袋价值400万的珍珠宝 每一个都有购物凭证 而且我已经准备报警了 不得不说苏黎这招反剑技用的真是暴爽 明明偷了假的但怕舆论闹大 她只能乖乖认损回去凑钱 现在假面夫妻已经彻底撕破脸 对付这种无耻男苏黎绝不可能心慈手软 为了愚蠢买单的男人和新金女凑了半天钱还远远不够 只有三天时间看她去哪弄这么多钱 倒是人家苏黎这边财产已经转移的差不多 眼看就要结束这段失败的婚姻 苏黎没有半分不舍反倒觉得解脱 另一边小助理老公出差回来 等到了地方才知道丈夫不过是在跟大家打赌 这种不把媳妇放在眼里反倒当作调侃工具的男人实在太可恨 她总把妻子对自己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明明是她的错最后还要责怪到妻子头上 看她能事业有成真是天理难容 自己对媳妇不珍惜 看到她和别的男人多说一句话就大发雷霆 你从来没跟我吵过家了 你现在为了个野男人跟我发这么大的活 你是不是变心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努力的工作不回家 空虚地步 这男人倒是原则没犯错但也没好到哪去 另一边苏黎在工作中突然晕倒 结果等到了医院检查竟传来她怀孕的消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她又该如何抉择 当大气女主与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迎来正面交锋 面对心机闺蜜的理智气壮 看苏黎如何见招拆招撕开她的得意嘴脸 你怕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吗 我和你好好说话不代表我好说话 你要蹬鼻子上脸 那我也不怕和你们撕破脸 你陷入自卑不停挣扎的样子 正在同位女性上 真体 上一秒还嚣张跋扈的心惊 与下一秒就被苏黎骂得不敢多说半句 狼狈为奸的两个人还以为赢了苏黎 殊不知等待他们的下场只会更加凄惨 前几日一切准备就绪的苏黎却迎来怀孕的消息 既然决心已定这个孩子 她也没打算留下 当她让小助理明天陪自己去手术 才反应过来的刚刚顿时一惊 你怀孕了 你怎么没和我说过 没打算留下她 越早知道越好了 能看出来对婚姻死心的苏黎 真是一点没为这个插曲而烦恼 倒是小助理看她怀孕 还买高跟鞋便贴心地给她换了一双 虽然没想过留下 但看到小助理的举动 也让苏黎温暖的同时有些犹豫 晚上刚刚回到家做好饭 丈夫进门 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直接进了屋 既然不吃 那就索性把饭倒回去 这种伺候惯的男人就不该一味迁就她 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 隔天到了医院 苏黎看到肚子里已经八周的胚胎 感受了孩子的心跳 既然已经要离婚 她还是不打算留下 但由于时间安排手术就得排到下周 小助理劝她不如再想想 但这种事情还是得她自己决定 虽然苏黎心意已决 可看到可爱的孩子也会激发她的母爱 虽然婚姻已经破裂 但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现在无耻男为了凑钱 只能自降身价到处接活 没想到和一个18线小演员拍戏 还要看人家脸色 可苏黎彻底闹掰后 她也只能收拾东西从豪宅搬走 可这死心不改的家伙 为了扳倒苏黎竟然偷了她电脑里的剧本 这天拍戏对方又故意耍小牌不来 男人趁着帮经纪人拿包式 偷看了她高达一千万的薪酬 简直气宝 这种段位拿的钱都比自己多 无耻男心里怎么能平衡 我们现在处处受制于苏黎 会不会离婚的时候 你先钱拿不到 无耻男笑着称 已经想到对付苏黎的办法 他现在手里赚的苏黎 已经卖给影视公司的剧本 如果财产不平分 那他就把本子泄露出去 到时候就会面临巨额赔偿 等俩人商量好计划下车后 听到他们对话的小助理 赶紧上来把优盘拿走 隔天无耻男便把18线小演员的 天价片酬放到网上瞬间登上热搜 看到这俩人得意的嘴脸 还真是有仇必报 别说他这么一爆料 还真把对方推上了风口浪尖 当俩人再次碰面 他还不忘了恭喜对方可以回家抠脚 另一边在沙发上睡着的苏黎 被门铃声吵醒 原来是小助理拿着优盘上门 称无耻男要报复他 结果等俩人打开电脑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紧接着无耻男就发来小助理 去车上偷优盘的视频 他整这么一出 就是想把天价片酬的事让助理背锅 苏黎姐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不关你的事 他们是出国来的 很快这几个人就迎来正面谈判 无耻男直接要求平分财产 而且要对外宣称和平离婚 见苏黎竟痛快答应新金女 又开始变本加厉 让她赔偿经济损失 结果小助理替苏黎说话 却不小心透露出她怀孕的消息 你怀孕了 你放心 我这么想和你断的一钢二钦 我是不会留下这个孩子的 对我来说 我和你的婚姻 就是我前半生的微不足道的错剧 见新金女灯鼻子上脸 苏黎几句话就骂得她哑口无言 明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但这俩人却都愁眉苦脸 回去路上心不在焉的 他们还差点出了车祸 自从知道苏黎怀孕 无耻男彻夜难眠 新金女半夜发现 她不在床上心里想 苏黎肚子里的孩子绝对不能留 晚上小助理回到家 最久的丈夫看到 她包里怀孕的化验单立马发火 暴躁难不分青红皂白 就上楼框框砸门 结果邻居一开门 直接把她撞晕 隔天一早 妻子已经准备好离婚协议 等着丈夫签字 这种不被尊重的日子 她一天都不想再忍 结果男人还理直气壮 让她别后悔 无良经纪人也让书恒一定要谨慎 为告诉她自己已经预约了手术 像她这样的人渣 也配做孩子的爸爸 我没有为自己挑选一个好招 但是我还有机会 为未来 但是男人又开始苦苦哀求 让她给自己一次机会 结果当听到可以复合 但必须答应的两个条件后 她才终于闭嘴 临走时苏黎让她把钥匙留下 新京女在车里早已等得十分着急 听到苏黎这周三要去手术 这下她才放心 另一边同样和丈夫提出 离婚的小助理正心烦意乱时 一个聊闲的男人过来搭讪 还动手动脚 情急之下小助理给了她一脚 正好踢到要害 苏黎接到电话赶紧跑到警局 被回去的路上 小助理把自己要离婚的事告诉了苏黎 说起刚提离婚时 她还无比坚定 可现在却好像又打回了原形 明明刚结婚时老公对她很好 可随着事业蒸蒸日上 就对她越来越冷淡 为什么很多夫妻能一起共苦 却不能一起享福 提离婚容易可真分开又会犹豫 对于小助理来说 感觉自己活得很失败 听到她说连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老公也没有 苏黎用导航里偏离路线的 只是告诉她及时回头 也要在身边真替她们感到高兴 而苏黎看到手机上 下周做手术的提醒也陷入沉思 自从她和五齿男的事情被揭穿 这个心机闺蜜就从来没赢过一次 谁让她碰上的是头脑清醒又霸气的苏黎 从决定留下她那一颗妈妈的责任也随之而来 婴儿用品也是选了一大堆 买的家里都快装不下 现在苏黎解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有这么好的老板家闺蜜真是让人羡慕 回到家小助理放走了鱼缸里的一条鲸鱼 看着她回过眼的她也决定和她房男就此分手 你别离开我好吗 害得人家失去孩子也不至于变成今天这种局面 当苏黎醒来一直追问小助理孩子还在不在 见她闪躲又难过的表情让满心欢喜 又是给五齿男按摩又是道歉前几天发脾气不对 听到苏黎没找过书恒这才让她放心 表的是她还有心情明天要去逛街 也要为孩子讨回公道 隔天苏黎找到前夫的经纪人让她帮忙搞垮张书恒 对于这个要求女人自然不会答应 一直帮着五齿男欺骗自己的败类 苏黎自然有办法对付她 没想到苏黎这番话彻底把五齿男激怒直接动手 被推倒的不知情的男人还想着出去给她解释 可顶着暴打妻子的罪名马上迎接她的就是前途近毁 亲手把五齿丈夫送进警局后 苏黎也算为孩子出了口恶气 很快随着媒体曝光张书恒和陈盈盈的事已经人尽皆知 苏黎的遭遇也得到了大家的同情 傻乎乎的心情女还试图用小号辩解结果却被人骂得更惨 紧接着房东也找上门让她赶紧搬走别坏的小区形象 现在心情女就连出去吃个饭都会被骂 看她不顺眼的人还替苏黎教训这个败类让她当众难堪 往日嚣张跋扈的她现在却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 从她背叛闺蜜那天就该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 最后受不了舆论压力的她决定和张书恒分手 到现在她还有连把错怪在苏黎头上 害人家孩子的事就是只字不提 等回到家想到办法的她又准备割腕自杀 谁能想到愚蠢心情女竞主动下跪祈求闺蜜原谅 见她又是割腕又是道歉忏悔在内装可怜 看一向清醒的苏黎如何当众拆穿她的虚伪面具 既然都已经忏悔的选择轻生 那不如当着大家面把纱布拆开 看看这根本不存在的伤口 要说这陈盈盈还真不是一般的蠢 想装可怜在媒体面前博同情 却又不舍得让自己受伤 还以为以假乱真能让局面逆转 结果最后整这一出闹剧小丑不还是她自己 随着人家肃立霸气转身不想多看她一眼 自作自受的心惊女却被媒体团团包围 如今失去孩子的苏黎正在尝试让自己慢慢走出痛苦 她收好所有之前给宝宝准备的所有东西 如果不是这次意外 其实对于那两个败类她早已释怀 可偏偏陈盈盈那个蠢货就是不死心 既然要逗难苏黎必然奉陪到底 另一边小助理回家时正好看到老公被一群人暴打 听男人一直让他们宽限几天 就知道这家伙肯定是欠了高利贷 眼看这帮人越打越凶 刚刚赶紧拿出手机称自己已经报警 这才让他们离开 这夫妻俩昨天才刚和好 今天丈夫就欠钱挨打 要不说女人就是容易心软 她老公几句好话 就让刚刚忘了这个男人之前的所作所为 丈夫称自己被合伙人欺骗 以她名义借了五百万 你回来是为了躲债 不是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回心转意 男人还亲自下厨做了晚饭 可还在气头上的妻子却根本不想理她 直到半夜刚刚出来看见桌子上的饭菜又开始心软 紧接着她在楼道里 听到丈夫在第三下四找人借钱便忍不住有些心疼 回到床上的刚刚心烦意乱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选择相信 隔天一早看到丈夫可怜巴巴的蜷缩在沙发上 她不仅进屋拿了被子 还在老公醒来时递上了自己的全部积血 要不说这姑娘还真是天真 落难时才想起你的好这种男人怎么可信 随后到了公司 小助理准备陪苏黎姐签一份重要合同 结果就在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打算签字时 因为油腻老板提出和小助理有缘分 想进一步交流苏黎直接拒绝 对于她这种好色之徒 在重要的合同苏黎也不想合作 然而刚刚却不知道苏黎姐的默默守护 还在取手机时被油腻男当场挑拨说 苏总嫌弃她没能力 等刚刚下班一回家 没想到丈夫为了他们的三周年纪念 日经煞费苦情 都说真诚是唯一的必杀计 男人又是单膝跪地 又是送上戒指直接让妻子感动不已 紧接着气氛已经哄托到位 她为了不连累妻子又突然提出离婚 这么一整套招数下来 傻乎乎的妻子怎么能受得了 她哭着要和丈夫一起想办法 还想到明天去管苏黎借 男人嘴上说着不想让媳妇为难 其实心里已经庆祝自己达到了目的 隔天苏黎恰巧碰到 有人吐槽自己的电视剧下的她赶紧溜走 殊不知这俩人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随后在带小助理按摩时 刚刚想张嘴借钱却没说出口 三千多的按摩费 人家苏黎不仅大方请客 还特意给助理办了张金卡 最后实在没办法的 刚刚为了老公 还是开了口结果却被拒绝 你现在就是被你老公 突如其来的温暖给迷惑了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碗鸡汤 而是一个巴掌 有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里 就是为了告诉你你真好骗 晚上已经做好饭 准备等好消息的丈夫 在听到妻子没借来钱后立马变脸 她又开始挑唆媳妇 称苏黎也没拿她当真姐妹 不是的 苏黎姐一直都有挺好的 我是怕你付出了真心 别人去没办回事 人家苏黎那边 就快迎来新的爱情 这步走在路上 鞋根突然坏掉的 她就碰到了上午 吐槽自己的小奶狗 结果她这一帮忙还真是搞笑 别说鞋根断掉后 走起路来显得格外滑稽 本应该继承家业的男孩 却想和苏黎学编剧 看来摆脱无耻男后 新的恋情就要开始 可天当得知高利贷去找苏黎要钱 刚刚急忙赶来 却听到让她震惊的话 本就受到打击的 刚刚回到家 又看到丈夫戈腕 这下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助理 就要开始黑化 当疯批前夫出狱后 竟对女主展开极限报复 这全员开始黑化的戏码 也让人不禁感叹 最可靠的永远只有自己 已经遭受过闺蜜背叛的苏黎 仍然把小助理当成最好的姐妹 结果没想到这个恋爱脑的家伙 竟然为了她那个败类老公 开始被刺苏黎 更可气的是被张书恒抓住 把柄的她又准备和无耻男 合作一起搞苏黎的钱 不得不说这种被刺闺蜜的恋爱 脑看的是真让人来起 好在离婚后的苏黎 在情场上倒是桃花运不断 这不天天她都能收到 小奶狗弟弟送来的鲜花 而小助理那边黑化以后 果然从穿着打扮上都有了变化 摘掉眼镜卷起头发的 她肉眼可见发生了改变 为了能尽快帮她的败类老公还债 小助理假意好心 要替苏黎与合作方见面 没有多想的苏黎则立马同意 临走时她还嘱咐助理 仅仅因为一次误会 她就彻底磨灭了与苏黎的感情 之前对她那么好 真是掏心掏肺都为了狗 随后再与合作方见面 使她故意挑拨说苏总想和 更有实力的资方合作 女人一听辛苦谈下的项目 要黄赶紧和刚刚说好话 其实也挺理解你的 做一个项目不容易 一个月拿几千块钱 拿着白面的钱 操着白粉的心 余公替公司争取权益 替苏总着想 余思 也不知道自己图个啥 这个你放心 刚刚 我们是不会让你白干活的 她话里话外 已经说得这么明白 人家当然明白其中的意思 背着苏总要回扣 她也真干得出来 要说她是为了自己都能理解 可为了那败类老公简直可气 另一边苏黎正在家看剧本 没想到贴心弟弟 却突然上门来送宵夜 人家大老远来送吃的 怎么也得让他进来喝杯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你必须诚实地回答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见苏黎这么直接傻弟弟 也只好害羞承认 可刚走出一段失败婚姻的女人 目前却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弟弟让她别因为这件事 就否定所有人 虽然被发了好人卡 但她表示自己不会轻易放弃 不得不说电视剧里 离婚女人都是很快 就能碰到更好的追求者 而恋爱脑的小助理 那边把老公从医院接回来后 赶紧拿出自己正的回扣钱 让丈夫去还债 男人猜到他这钱是怎么来的 一句真诚的感谢 就让傻媳妇为他赴汤蹈火 接下来的日子 苏黎每天家门口 都会收到鲜花 他却置之不理 尝到甜头的小助理 现在什么工作 都想让苏总交给自己 看他现在这么主动 苏黎还有些意外 还不是被你逼的吗 我的意思是 谁让我有一个 这么优秀的老板呢 我要是不进步的话 怎么做你的好助理啊 你会说话 你就多说点 多夸几句 隔天苏黎看到门口没有花 还觉得奇怪 结果没想到这个傻弟弟 竟跟着他去了咖啡厅 年轻人果然不追到 姐姐实不罢休 紧接着他就这样一路 跟着苏黎来到公司 没想到这小子竟是来应聘的 面对这么黏人的追求者 苏黎还真是头疼 本来立马拒绝的 他在刚刚的提议下 只好勉强答应 让傻弟弟留下 结果苏黎一着急 站起来不小心勾坏了丝袜 没想到小奶狗 竟在破洞处 给他用黑笔涂上 不得不说 他这神操作还真是搞笑 晚上小助理那败类老公 又献殷勤 想让媳妇主动掏钱 别说他这头发一吹 还真好使 可恶的恋爱脑 已经彻底被丈夫硬控 而苏黎那边半夜三更 竟被出狱的 无耻前夫仍是报复 男人回来 还没忘了去找新精女 可人没找到 还被大骂一顿羞辱 隔天苏黎在公司 又收到匿名快递 被吓得够呛 不用想肯定 又是无耻前夫干的 而黑话的小助理 竟然偷了公司 内部文件卖给张总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个秘密 竟被假扮快递员的 张书恒发现 苏黎这么信任的好姐妹 也背着他做手脚 你也知道 苏黎最讨厌别人欺骗的 你说他要是知道了 他会怎么对付他 有了小助理的把柄 无耻难便威胁 他要借一百万周转 再次遭遇背叛的苏黎 又该如何应对 谁能想到 一路开挂的复仇女主 竟然会遭遇 所有人的背叛 除了狼心狗肺的小助理之外 就连一直追求 他的小奶狗弟弟 也是心机闺蜜一手策划 估计这部剧 就是想告诉我们 永远相信的人 只有你自己 我一定要让苏黎生骨死 至于你对苏黎做的一切 我一定会告诉他 他不会放我 现在小助理 被张书恒威胁 竟偷偷摸用公款 给他打了一百万 等苏黎问起 给合作方打款 怎么没到账 他便已在审核中为借口拖延时间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张书恒 他只好找到了酒店 拿了一百万的无耻男 现在也过起了老宅男的生活 见刚刚找上门跟他要钱 之前说好 借一星期周转的 他现在不仅彻底摊牌 说不打算还了 还让王刚刚帮忙 偷出来苏黎家的钥匙 他要去把保险柜里的钻石 拿出来这样 不就有办法还钱了 大不了一起完蛋咯 我无所谓 我现在一无所有 没钱 也没有家庭 可你就不一样了 又一次被威胁的白眼狼助理 还真趁苏黎开会时偷了钥匙 他嘱咐张书恒 只有两个小时 一定要动作快点 结果等无耻男 顺利打开保险柜 拿出戒指后 现贪心的他 还想再多拿一些 刚刚便上前阻拦 就在这时 没想到小助理 进意外反水 原来他把张书恒 威胁自己的事 早就告诉了苏黎 再次被算计的 男人气得大发雷霆 他还有脸说 这一切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结果当小助理 要报警时 拿出刀的无耻男 彻底发疯 被吓坏的苏黎 这时候还一直护着钢钢 拿到戒指的张书恒 就这样顺利出了门 可还没等走出小区 就传来巨大的撞车声 自作孽不可活的家伙 竟然出了车祸 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前夫 也让苏黎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 即使再恨这个无耻男 但苏黎也没想过 他会是这样的下场 因为头部受到剧烈损伤 张书恒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最后苏黎还是不忍心 给他交了住院费 还让小助理请个护工 我就是觉得奇怪 他应该知道 我们俩关系非常好 他要动我的钱 怎么不找你帮忙 他可能穷途没入了 我本来也不想帮他的 但他要挟我 说我要是不照做的话 他就会伤害你 原来小助理并没有和苏黎 说明张书恒威胁他的真正原因 隔天苏黎好不容易约上一个知名导演要见面 刚刚这边做了很多攻略 可最后苏总却想给小奶狗一个机会 等到了地方 苏黎还特意挑选了一套见面的衣服 结果他一出来就给小奶狗彻底看傻 还主动帮苏黎整理头发 很快和导演终于见面后 人家一看全是肉的菜单当场就要离开 好在苏黎反应快撑 他们已经备好了素菜 这才把人留下 而此时没能陪苏总出差的小助理却去了医院 现在和张书恒一样背叛苏黎的 来吃路边摊 这还是苏大编剧头一次吃面时配着大蒜 别说这种尝试味道还真的不一样 而小助理回到家 还因为苏黎没带他出差有些疑惑 无能丈夫一听又开始挑拨离间 说担心苏黎已经知道什么会对他下手 他还让妻子不如赶紧捞笔大的俩人远走高飞 话都说这么明显的傻媳妇竟然还没察觉 等苏黎回来好不容易完成了 要给导演看的剧本大纲 结果等他去洗手监视电脑上的内容 正好被小助理看到 隔天苏黎就看到他上了别人的车 王刚刚似乎在和车里的人交换什么东西 很快导演听了苏黎的剧本就说他抄袭 合作就这样被终止 随后他约出小助理说公司里有内鬼 苏黎姐 怎么可能是我呢 你在想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 殊不知真正的内鬼就是追求他的小奶狗 而这一切都是心机闺蜜的报复 这小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 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 我还要你帮我做点事情 什么事 我要你拍 和苏黎的亲密照 当不肯罢休的心机闺蜜再次回来复仇 自以为可以让苏黎身败名裂的 她又能否笑到最后 她记得当初我跪在这儿求你 你都不肯放过我吧 现在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人 今时今日 却不同比时比日 你要是肯跪下来求我 说不定 我会肯放你 心机女之所以这么嚣张 是因为她手里掌握了苏黎和小奶狗的亲密照 就在昨晚在酒吧喝醉的苏黎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谁出卖了她 随着她慢慢将手机拿出来心机女的计划又能否成功 而另一边 小助理虽然没偷剧本 但她也没闲着 本以为苏黎这次能成功和大导演合作 她便私下先替人家接了一个奢侈品代言 现在对方前期的定金和好处费已经给她 可苏黎和李岛的合作却已经泡汤 这下人家不仅追着跟小助理要退定金还要告他们违约 王刚刚害怕事情暴露一直想办法拖延 结果没过几天 钱总那边就另外找了代言人 人家让她退定金和好处费 不行直接找苏黎要 另一边陈盈盈已经成功拿到想要的照片 她和小奶狗的合作也就此结束 隔天苏黎的亲密照很快就上了热搜 精心策划这一切的新金女已经提前感受到胜利的喜悦 当苏黎看到照片后已经被彻底气炸 很快公司里一群媒体就把她层层包围 这时也到了幕后黑手陈盈盈的出场时刻 精心准备了这么久 她等的就是今天的到来 随着新金女在媒体面前开始疯狂演戏 一时间那个曾经遭遇背叛的苏黎 却成了大家的讨伐对象 新金女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和张书恒是清白的 反倒是先犯错的苏黎倒打一耙 她仗着自己在业内的地位高 资源多 就把这个锅甩到新一好闺蜜 也就是我的身上 她还威胁我们 要是我们不认的话 她就让我们从此在仪式圈消失 我们忍弃全身的风火 就是让她有机会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面对新金女的恶意栽赃 苏黎一直为自己辩解 却遭到陈盈盈步步紧逼 结果上一秒还当众发誓 没有半句假话的她 下一秒却被狠狠打脸 看苏黎的表情就知道事情迎来了反转 原来早已经喜欢上苏黎的小奶狗最终迷途之反 其实她也早就猜到那鬼是谁 当得知这一切都是陈盈盈的计划后 苏黎决定将计就计 随着小奶狗当面澄清这些照片 都是屁图后新金女才彻底傻眼 没想到精心策划的复仇之路 却成了给自己挖好的陷阱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瞧不起别人 又忍住什么都不做的样子 我们一辈子追求的事情 对你来说是玩意了 不要再拉住这儿了 其实从一开始和苏黎成为闺蜜 陈盈盈就充满嫉妒 凭什么她为了拍戏拼命受苦 还不被待见 而苏黎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到钱 看她被所有人捧的新金女就是不平衡 怪不得人家说 没有几个闺蜜愿意看你过得比自己好 因为女人天生就容易嫉妒 当得知孩子的事 张书恒并不知道 苏黎不但没有后悔 反而开启暴爽反击 张书恒因为打我进去前 而你 要因为诽谤你 再进去 这也算是一种迅迹的事 不甘心就这样失败的陈盈盈 竟拿起剪刀朝苏黎筒去 没想到关键时刻 小奶狗惊提她挡下 隔天小助理还庆幸苏黎姐没事 结果下一秒 钱总就突然找上门 面对警告就快撑不住的刚刚决定和丈夫离开这里 我明白 但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 你们确实还需要一些资本 一向头脑清醒的女主 却心甘情愿被小助理欺骗 拿她当亲妹妹的苏黎明知道 王刚刚背着自己给无能丈夫疯狂懒财 可最后她还是愿意拿出一百万 想看着好姐妹能够幸福 都说辜负苏黎信任的小助理根本不值得原谅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既然选择背叛就代表无法回到从前 但谁让苏黎是个既善良又念旧的人 就像她回家看到那双断了跟的鞋一下想起了当初遇到小奶狗的情景 不管怎么样毕竟现在她为自己受了伤 苏黎还是决定去医院看望一下 可谁知等她到了病房才得知人家已经出院 本想着来关心一下员工苏黎却白来一趟 另一边小助理和老公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因为说好最后要搞一笔大钱 无能丈夫还提醒媳妇记得一定要拿现金 这败类男人还憧憬着新生活让一直做亏心事的老婆开心点 咱也不知道王当当这个终极恋爱脑为什么非可一棵树上吊死 不得不说现实中这种女人还真不少 朋友看不下去劝几句人家还不拿你当好人 隔天苏黎来上班时却正好碰到挤进电梯的小奶狗 要说这弟弟也是执着还准备继续在公司上班 听到苏黎要开除他这小子却说自己还有三十天的时间待在这里 三十天能改变什么 至少我能让你认识真正的我 我要重新开始追求你 不带任何别的问题 面对迷途之反的弟弟对自己穷追不舍 突然开始心跳加速的苏黎又会做何选择 很快着急拿钱跑路的小助理便精心策划了一个谎言来找苏黎要钱 听到他帮忙谈下一个艺人来接张书恒的角色苏黎还非常开心 不过小助理却以对方先要一百万定金为由想尽快拿钱离开 苏黎一听还必须要现金便告诉助理他来想办法 见刚刚已经提前准备好批款确认单苏黎还夸他考虑周全 随着苏总顺利签字小助理悬着的心智才放心 临走时他却突然想请苏黎解吃顿饭 认识这么久俩人在一起苏黎就从来没让小助理花过钱 但这一次刚刚说什么都要他来请客 眼看这菜点了一大桌子苏黎还怕他浪费 对于小助理来说这真的是俩人最后一次吃饭 说对苏黎没有亏欠那肯定是假的知道自己就要离开 刚刚还一直嘱咐苏黎要按时吃饭多注意休息 这场短暂的姐妹情就要画上句号 虽然小助理充满不舍可已经无法回头的他只能把愧疚化作一声声叮嘱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 怎么像是生理死别似的 我没有 很快苏黎就已经准备好一百万现金 王刚刚来取钱时才得知这是苏总从个人账户拿的 其实苏黎早就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但他却因为那份姐妹情并没有揭穿 隔天小助理和丈夫马上就要离开 结果在临上车前没想到王刚刚却突然改变主意 而此时看到走过来的苏黎她竟抱透痛哭 你对我那么好 我去骗了 那也是我心甘情愿被你骗了 你那么差的年纪不见 你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把钱给我 因为我想要你幸福 因攻略大结局苏黎最终还是原谅了所有人 曾经互相痛恨的三个人在经历这么多事情后 也都各自开始自己崭新的人生 在苏黎放下一切的瞬间 也转身拥抱了一直等待她的幸福 而做了太多错事的小助理也提出了辞职 那你辞职以后准备做什么 找到工作了吗 一问三不知 那我怎么去相信你 万一你辞职了 然后再跑步了 我找谁要见面 所以啊 你的辞职我不宜批准 苏黎要求她在没还清债务前都不准离开公司 这辞职没辞成老板反而还给她加了薪水 而且还是包吃包住 能遇到这么好的姐妹真是王刚刚一辈子的夫妻 苏黎的善良和宽容也让小助理充满内疚与感动 也许是因为一开始那条短信 也许是因为苏黎最无助时的细心陪伴 所以即使小助理中途犯了错误 但只要她迷途知返苏黎还是会拿她当自己的亲妹妹 另一边昏迷的张书恒也终于苏醒 得到消息的苏黎也立马赶到医院 好歹夫妻一场苏黎当然不会痛下杀手 毕竟前夫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昏迷这么久仿佛大梦一场的张书恒也想明白了许多 当初有个这么好的老婆自己却不知道珍惜 最后不仅亲手毁掉了婚姻和事业 还同时伤害了两个女人 可当她想明白这一切却为时已晚 没想到一直痛恨前夫的苏黎却接受了她的道歉 经历了这么多事她也让自己学着放下 并且希望他们都能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有多少夫妻像他们一样从相爱无比走到一拍两散 仿佛一场历劫的婚姻最后变体鳞伤 当苏黎回到公司发现小奶狗已经办了离职 小助理看出她的表情肯定有些不舍 于是打算开启神助攻的刚刚便让苏黎去找王维德 在离职表上签字确认 嘴上说着不想管的苏黎腿却十分听话 结果就在她准备敲门时小奶狗正好回来 听说她因为生病没来 苏黎还主动要给她烧水 结果这小子根本没病是悄悄去上了编剧课 看她又一次撒谎苏黎气的转身离开 你从王维德家里回来 跟我吐槽她都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 有吗 你不觉得你有点过激了吗 你对她跟对别人一直都不太随 同样是女生小助理当然能看出苏黎的心思 现在真是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 转眼迎来了新年这天 一大早苏黎就充满了迎接新开始的喜悦 可晚上就在她想请所有人吃饭跨年时 人家却都急着要回老家 看来有时候事业越成功人往往就越孤独 当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 看着外面绚烂的烟花 突然想起了和小奶狗在一起的画面 随后想出去感受新年的气氛的苏黎 看着周围一对对情侣让她更加孤单 结果就在她给小奶狗打电话时 想不到这小子竟突然出现 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王维德早已渐渐走进了苏黎的内心 那些印在脑海里的回忆 她根本无法忘记 这一次苏黎放下所有决定 勇敢一次拥抱自己的幸福 很快陈英英那边也迎来了出狱 只是她没想到一出来就看到了苏黎 张书恒也算良心还给了她一张卡 苏黎也送给她一双新鞋当作出狱礼物 希望她穿着这双鞋能重新开始不再走错路 隔天苏黎和刚刚来参加同事婚礼 却发现新郎和策划师有问题 看来婚姻攻略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我们第二季再见